怎么有这种老师 新北市某国小灵性男童 不爱午休会吵吵闹闹 老师知道后已经叫他 每天中午搬椅子去阳台午休 男童被顾虑在外整整四个多月 遭同学当做异类 因此出现负面情绪 负痛 浅眠等症状 诊断发现他得了创伤后压力增后群 男童爸妈愤而提告 新北地检署认定理性女老师过度惩罚 1月起诉过失伤害罪 爸妈订提国陪200多万 要求学校负起责任 新北地院法官认定 老师的确太超过 考量男童受罚15次 病况现已稳定 判学校需国陪18万